在电视剧《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这部电视剧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演员 当然张月的出现 也让观众们很期待 张月之前在《三十而已》中饰演的林悠悠 因为争议性比较大 所以一炮走红 但是成名也是一把双刃剑 张月因为剧中的角色不讨喜 一时之间成为了观众们吐槽的对象 好在这个姑娘内心足够强大 其实一个一个演员演技的好坏 主要就是看能不能调动观众的情绪 让观众能够置身其中 很明显张月做到了 他出名之后 也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同时也接到了不少优秀作品的邀约 《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便是他的作品之一 他在剧中饰演的女儿号宋佳音 虽然也不是很讨喜 但是时不时还能够给观众们带来一些笑点 宋佳音的父亲是一个女儿奴 因为太过于喜欢这个女儿 所以会尽力满足女儿的所有要求 也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 宋佳音习惯了索取 对于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会不择手段地去完成 宋佳音喜欢燕云芝 但是感情这种事情 不能够勉强 宋佳音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她不甘心失败 所以想尽办法去追求燕云芝 桑琪也是在这个时候 误挡误撞地认识了宋佳音 并且这两人还成为了冤家 虽然宋佳音也知道 燕云芝对自己没有感觉 但是她有着迷之自信 总觉得自己嫁给燕云芝 只是时间问题 殊不知燕云芝已经喜欢上了桑琪 这两人已经开始互诉忠常 最后宋佳音反而成了局外人 但是宋佳音不是那种轻易放弃的人 还想各种办法 给燕云芝和桑琪制造麻烦 但是这样的小误会 只会让两人之间的感情进展更快 本以为宋佳音在错过了燕云芝以后 也会有一个不错的归宿 殊不知宋佳音最后的结局 比料想中的要凄惨许多 宋佳音的父亲虽然喜欢这个女儿 但是在家族的利益面前 宋佳音也算不得什么了 皇上选妃在即 宋佳音的父亲也觉得 自己的女儿一定可以被选中 并且能够宠冠六宫 毕竟宋佳音也颇有才情 容貌也交好 但是宋佳音的父亲好像忘了 宋佳音这个姑娘 已经骄纵惯了 她不会服软 也不懂得服软 所以在宫中难免会吃亏 像宋佳音这样美丽的女子 在宫中比比皆是 所以皇上并不是非她不可 且宋佳音这种快言快语的性格 在宫中的得罪了不少人 宫中的这些妃子 都有自己的后台 宋佳音不少给自己树敌 最后宋佳音因为得罪的人比较多 受到了其他嫔妃的构陷 最后只能在深宫中生活 一旦进入冷宫 这一辈子就难以走出去了 宋佳音年级轻轻就香香玉玉 也真是凄惨